日前中华競技蝶杯运动推广协会 与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共同举办113年競技蝶杯 欢乐蝶杯暑期夏令营的活动 其中在淡海国小的场次 更加入了全英语的学习情境 让孩子们在玩乐过程当中 也可以增加英语的能力 演名手快将手中的蝶杯 展开在回收排列到原状 只花不到几秒的时间 蝶杯运动在世界盛行 日前中华競技蝶杯运动推广协会 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共同举办了113年競技蝶杯 欢乐蝶杯暑期夏令营活动 而其中在淡海国小的场次 更加入了全英语的学习环境 让孩子在玩乐过程当中 也可以增加英语学习 首先要很感谢伟杰议员 还有中华蝶杯协会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有这样全美语的一个学习环境 其实可以让学美语 其实是一个很生活的 而且能够在游戏中 不断信念它的专注力 又能够在生活中 很自然的听美语 用美语 校长表示 这次感谢新北市议员 称伟杰议集中华蝶杯 经济推广协会 来到淡海国小 举办夏令营活动 而学英语可以用 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加入蝶杯学习环境当中 可以让孩子尝试 开口说英语 其实孩子可以感受到 孩子刚开始 当然会有一些疑虑 但是孩子 我觉得他可能 不断从老师的动作 跟有一些重要的keyword 他们能够抓住之后 其实孩子大概能够懂一大半 但是我相信 如果在这样沉浸式的学习 孩子的英文会有很大的进步 也很有信心 也非常感谢有这样的资源 谢谢 校长表示 孩子在蝶杯训练过程当中 不仅是培养专注与兴趣 更可以让他们远离3C电子产品 也可以非常鼓励孩子与家长一起学习 而这项运动比赛 可以训练孩子专注与手眼协调 在最短的秒数当中 要取得最好的成绩 也可以让孩子面临到许多挑战 同时也是培养孩子克服困难的能力 记得许多一弹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